大家好 今天是每期时间12月14日 欢迎收看万维追击 我是Cherry 美国总统川普12月13日对福克斯新闻 谈到12月1日习川会时 自称很尊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否定了习近平是投降者的说法 川普形容会谈精彩 中国已同意购买美国大豆 川普说 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非常棒的友谊 他是中国绝对的领导人 我认为 我们会达成一个对两国来说都很棒的协议 我们将让中国开放 川普还强调非常尊敬习近平 他不是一个投降者 但是我告诉你 中国经济面临困难 这全都因为我 这是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唯一原因 因为我征收了关税 在此前的习川会晚宴上 川普说 这份关系非常特殊 我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今天晚宴将达成 对中国 对美国都好的结果 最首要的原因 我们对这一点都心怀感激 尽管在外界看来 中国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 或再次为中美贸易关系带来影响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有消息称 习近平已经委派官员继续跟进 他与川普达成的协议 12月10日 有香港媒体披露 中共最高层对美国制定21字方针 不对抗 不打冷战 按步伐开放 国家核心利益不退让 分析表示 其目的就是想要尽快恢复中美关系 不希望因为孟晚舟事件 影响中美对话安排 网传 有北京背景的多维新闻网说 习川会达成贸易休战共识后 中国的舆论场开始充斥着一种 中国向美国投降了的声音 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评论员高新介绍 中国左派红色中国网 在转贴美国世界新闻网 习川会大让步中国删微信微博贴文时 就有这样的评论 中美贸易战经过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后 暂时掩齐息鼓 但好梦不长 川普只给中国90天的时间加以改变 来满足美国的要求 对于这个卖国政府 此次又出卖了什么 作为中国人却无权知道 有关质疑中美贸易战的任何评论 都已经成为了封杀的对象 为什么却掩盖中美两国交易的真实情况 说明这里面有中国人民无法承受的又一些卖国条款 特色统治者害怕人民知道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不利于他们的统治 而在转贴 川习会达成停火供时 美赞不加25%关税 中国大量采购美产品时 红色中国网甚至进一步评论到 在美国总统川普流氓淫威下 特色统治者再次暴露出草报的本能 现在的美国对特色是予取予求 予求予取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川普的贪婪的胃口会越来越大 因为他知道 特色国的草包统治者早已被他所征服 特色统治者早已被美国绑架了 中国人企图期待这些汉奸卖国贼强盛中国 完全是痴心幻想 特色当局主动抛出的特色22条 早已经比当年的袁世凯的卖国21条更加卖得彻底 据高清解释 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未被查封的激进毛索网站里 特色一词大都用来代指习近平统治集团 或者习近平思想等等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追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